没有想到陈写生委员 他不仅没有道歉 那还加码告我毁谤罪 刻意的没有去处理高委员的部分 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我们并不会希望拿无关的事情 来做一个炒作 或者是来做一个攀谱 目前就是正在 我们正在法庭的进行中 可是没有想到陈写生委员 他不仅没有道歉 那还加码告我毁谤罪 那我谢谢蔡律师 陪伴我走这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毁谤罪 会在12月22号宣判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过程中知道 这个知识文这边 也就是陈写生委员 他对于我们范委员 他的这个说法是有不虚解的 因为范委员他在这个脉络中 他其实都是提到 他认为这个部分要鼓励 女性被害人愿意出面 来对他的经历去回答 而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要去被告诽谤 那我们其实刻意的 没有去处理 就是高委员的部分 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我们并不会希望拿 无关的事情来做一个炒作 或者是来做一个攀谱 但是确实女性被害人 在这些指控的过程中 是会很危险 是很容易一直被攻击 不过是让他这些人 写人的队伍 就在这些人 让他很危险 一定是在这些人 还是有所在的 也就在这些人